參考比對一下 不過基本上用這個我覺得還比較好記 你就AO10一直AO10 而且比較不容易寫錯 最後的話呢 就全部串接在一起了 所以A0游地區號 A1乘4 一直到A7就是樓 所以有八個資料 那最後怎麼樣呢 串接完了 因為追的部分 追的部分是 就是這一列的資料全部串接 那串接怎麼樣呢 最後你必須怎麼樣 把它全部串接的資料 輸出到哪一欄 輸出到K欄 所以輸出到這裡 所以我講過了 你只要注意什麼 輸出的時候只要重點在這裡 就這個 那前面一定是I列 因為一定是同樣一列 所以把這個結果 A0 and A1一直串串串 全部串到A7 然後呢 把結果怎麼樣 輸出到這邊來 就搞定了 OK 但是最後要多一個東西 清除陣列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不清除陣列 會有什麼狀況發生呢 所謂清除陣列的意思就是說 把陣列裡面 預設的東西清空 如果你不做這件事會怎麼樣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 7段這個地方有 7段對不對 可是下一個有段嗎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不清空會有什麼結果呢 這邊是不是7段對不對 那是因為它有7段 可是下一個有沒有7段呢 沒有7段 可是有沒有7段 有啊為什麼 因為陣列裡面呢 它已經有放東西了 可是你下一次回圈的時候呢 你沒有把它清空 它就有點像什麼呢 你Ctrl C 複製到什麼 剪貼布裡面對不對 那剪貼布裡面 現在是Ctrl V的時候 會不會貼上 會貼上啊 除非怎麼樣 你把剪貼布裡面的資料清空 不然你下一次Ctrl V還是一樣 上一次的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清空 非常簡單啊 就是直接怎麼樣 在這邊喔 給它全部 就是給它塞什麼 空置串就可以了 最簡單的 那中間冒號是因為喔 如果你要橫向發 因為不然的話 你就Enter 就是變得很長一串 我為了可以橫向看 所以我就怎樣 直接用中間加個冒號 不然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就是Enter 在下面啦 就是縱向了 我覺得放旁邊 感覺好像比較清楚 或者你可以跑一個回圈啦 這個回圈的話呢 就類似像這樣子 For 你比如用個K好了 0到7 然後AK等於空置串 這樣的寫法 跟這樣的寫法 一模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 那之前我是教這個啦 可是我後來發現喔 同學好像還是 遇到回圈 就有點轉不過來 所以如果你要直覺的話 這樣寫OK啦 反正才八筆資料嘛 八筆資料就寫一下就OK了 這樣應該也比較看得懂 最後的話 回圈完畢之後 就可以看到我們要的結果 那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其實清除的話 就剛剛跟各位講過嘛 你要清除的話 就怎樣 For i 有沒有 就是把上面 不用判斷了嘛 For i 等於2到它的列 然後呢 把K欄裡面塞著 空置串就好了 所以最後做出來就可以這樣 清除 加資料進來 清除 加資料 OK 類似像這樣子 把畫面呢 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